大家好,欢迎到B-Cross TV平面设计频道 我是阿红,欢迎你回来 今天呢,来分享给大家如何的快速制作多个小方块的秘诀啦 OK,这个方法呢,当我们是要做很多个不同的 比方说一些排版啊,跟一些小细节的东西的时候呢 这种快速的制作方块是非常好用的 事不宜时马上交给大家啦 这个Split into Grid呢,在哪里找? 当我们点选一个方块或任何一个形状的时候呢 它都会分裂成无数个小方块 方法在于,当你打开这个Split into Grid的时候 大家看到吗? OK,是这一个,就是Object Path Split into Grid OK,这个就是分裂成无数个小方块的方法啦 OK,我们当然也能够就是先预览它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我们开取双数 OK 6x6的方块 所以我们呢,可以点选这个Guard 就是呢,我们要它的间距要多少cm 高度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让我们调整 比方说你要设置 甚至是不同于不平衡的数目 可能6比7啊,5比3啊 之类的这些都可以,都不是问题 OK 看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啦 如果你要在做好的时候呢 你要放入你的一些Guide line 就是我们的预览线 做一些设计东西的时候都可以 这个工具是很好用的 比方说你在做排版啊 或者是一些菜单的时候都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可以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OK So,结束前我们再复习一下 在哪里开启这个功能呢 OK 我们去Object Path Split into Grid 就是这样啦 好了 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 敲铃铛 第一时间收看最新影片哦 OK 我是阿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